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比林徽君 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 这回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帮助好友林小培走出低潮 艺人高徽君 还不忘给对方来个大拥抱 影视歌三期的她 还有一个身份 直播主 接着她从包包里拿出手机 要做直播 把平常开会的办公室 变成她的演唱平台 好 这已经播五万块了 我本来是他们的评审 他们有歌唱主播的 歌唱比赛评审 然后刚好我的唱片也非常顺康 我想说那就唱吧 俏皮的跟着旋律对嘴 就是高慧君出道20周年发的单词 但受到疫情影响 唱片无法宣传了 于是她走进直播间 化身红衣教主唱给大家听 也开启了她的斜杠人生 最高纪录曾一个月达20万的收入 每个月的那种礼物书大概顶多就是两百多万 听起来好像很多对不对 人家那个第一名的是两亿多 他们两亿多换成就是他们每个月的月薪是两百多万台币 所以我们是带大学生的工资而已 几年下来累积不少铁粉 高慧君打趣地说 直播让她接触年轻的世代 也常碰到哭笑不得的要求 他们一直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录事业线 我就在这边画了一条线 我说有 我有事业线 很长 对 还有人说什么 我想看的什么清凉的照片 然后我的小编都会说 晚安 天生的原住民好声音 什么类型的歌他都能随心驾驭 但其实早在演艺圈展露头角之前 高慧君就已经在PUB铸唱四年 在我铸唱的年代是所谓PUB最旺盛的一个年代 会遇到一些斗殴 或者是什么刀枪的事件都有 我遇过最恶心的是我亲眼看到 就是刀进去转移圈 然后尝试什么流出来 然后就唱了 就这样的事情都常常发生 除了动刀也偶有枪战 我还遇过一个很可爱的大哥 他点了一首歌叫Runaway 真的有一首歌叫Runaway 这样 他写Runaway 我们就 这样他们就点点头 我们就随便唱一首歌 所以我们就收东西就走了 然后后来就 啪啪啪啪啪 之后他被资深音乐人 纽大可发掘进入演艺圈 但在八片前 他接到了这个任务 那时候还在跟严晨虚在练舞蹈 还在 我还在做新人训练的时候 然后就被叫去说要录音 我说要录了吗 然后那时候就说有一首歌 要跟学友大哥合唱 我曾以为 我手里红尘玫瑰 你只能玩 你别把一生很累 想等你 我来 未来的日子有你传来 梦才会成一天 听说那首歌本来不是我要唱 应该是我某个师姐 但是她好像找不到人 公司拿了我的demo 去给那个学友哥听 她也不知道我长怎么样 然后学友哥说 她可以唱会唱 快快快快录 然后第一次见面 是在拍MV的时候 然后第一句话是说 我第一次看到 彼此跟我一样大的女生 她教我怎么做好心理准备 要应对 可能会有的起起伏伏 果真后面的世界 真的是起起伏伏 直到现在 还是KTV热门的点播歌曲 在歌神张学友的加持下 邹族姑娘一出道就有讨论度 早上起来开电视是你自己 然后睡觉也是你自己 因为毕竟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那时候打得很凶 然后你突然觉得一切的生活 跟你以前过得是不一样的 那时的高慧君才27岁 是唱片公司力捧的歌手 但也因为一下子红的太快了 让她有点不太能适应 之后更遇上了921大地震 那时候大家整个娱乐圈 都是一个很低迷的一个气氛 所以正当我要起来的时候 遇到一个很低迷的气氛的时候 我当然心情会受影响 你会觉得是你努力不够吗 那时候是自我价值的一个怀疑 种种压力让她陷入情绪低潮 我不觉得那是忧郁 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把忧郁 这两个字就是太强调它 因为每个人都有低潮期 那就是一个年少轻狂的无病声音 其实如果我现在回到那时候 真的很想给那时候的自己一巴掌 真的 那无病声音嘛 你又没有少什么 你在浪费青春时光 这很无聊 嘴巴上虽然这么说 但高辉君也感谢那段 抑郁消沉的日子里 让他有机会到大陆22个城市 体验世界之大 我到了新疆 新疆的签唱会就六个人来 但是那时候我最快乐的一场签唱会 那是一个让我发现我的自我价值的重建的开始 我就回来重新发了一张专辑叫忘了 也开启了很多不可能 那时候的经纪人建议他尝试演戏 还有演过一些鬼魂啊 就飘飘的 或者是一些 一些像 舒友鹏的情妇 就很多小小的角色很不重要的 但是就是 那些小角色都滋养了我的表演的历程 但也曾经因为讲不好台语被换教 我觉得说 平常有跟人家在讲台语 应该是可以的 到现场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然后最后有个好像是一个执行吧 他就说 麻烦请这个过气女歌手离开现场 我哭着回台北 那个打击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机 在电视剧《美丽晨曦》中 高惠君饰演一位原著名妈妈 她纸粉味诗还不惜半老 让她抱得金钟事后的肯定 这是我的开始 我希望每年我都有作品 可以站到这个舞台 从今天开始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是一个演员 逃生戏剧圈取得成绩 但高惠君并没有因此忘情歌唱 十年前的一场双眼失误 让她看到麦克风就害怕 因为我拍戏太累 然后我就唱认真女人最美丽 那是我的主打歌 然后我天天唱唱到 已经很熟练不行的歌 但是我那个 你竟然是嘴美的女人 那个我竟然上不去 是空掉了 我就觉得惨了 完了 我不能唱歌了 所以每次她唱那首歌的时候 我就会害怕 后来靠着练唱 渐渐克服唱歌的恐惧 但让粉丝好奇的是 很会唱情歌的她 到现在感情还是一片空白 可能我爱自己多一点吧 我据我妈妈现在跟我住的了解 她是觉得很难 为什么 她觉得我蛮古墨的 就是我有自己 自己的生活模式太僵硬 就是她觉得 人家来接受我的话 我一定要先释放出一半的空间 给另外的人才能磨合 所以她觉得 你要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吧 我觉得她是希望我陪在她身边吧 对啊 对 她没有那么希望我家 现在的她开心跟妈妈相伴 要做个快乐的单身女郎 而拥有邹族无戏血统 高惠君从小发现 可以看到自己的灵魂 而2018年花莲强震前一天 妹妹高雷亚似乎也有预感 她就问到 我们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大地震 然后就冲出去 然后我小妹竟然跟我爸爸说 爸 你怎么那么快 你用飞的 不说你不知道 高惠君还是个猫奴呢 最高纪录养了六只猫 伯伯我爱你 我爱你 然后现在剩下一只很吵闹的猫 我就认她吵 因为我知道跟她相处的时间 也不晓得还剩多久 她已经18岁了 和猫咪的相处就像家人 她更在宠物沟通师的协助下 历经了一段和猫咪灵魂的对话 我说谢谢你做我的猫 然后她很急你知道吗 她说其实我已经努力过了 六年前我就很努力了 她六年前生病了 我就啪就开始哭 这些宠物也会教你很多的事情 我两只猫也教了我 怎么面对爸爸的离开 一只是教我不要太强求 一只是教我学会放下 历经人生的起落 高辉君对生命看得更加豁达 老天关了一扇门 一定会开一扇窗 这是实际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所以永远相信绝望的背后有希望 现在的她只要有空 就会上直播跟粉丝聊天 要精彩快乐的过每一天 但2021年传出 高辉君的健康亮起红灯 因为演技忍痛磁眼舞台剧 她也在社群平台 分享自己的健康状况 透露因为不明原因 造成左右眼斜视严重 目前只能戴着面纱 还自嘲是强尼代普的造型 反正人生都会有低谷 再怎么样来就来吧 你就会很豁达 但是要过那个关之前的痛苦 我们就当作自己是浴火凤凰吧 那被灼烧一定是很痛的 但是每个人被灼烧的承受度都不同 但是我们要学会忍耐那个疼痛 然后相信疼痛过后的美好 在这里也祝福慧君姐早日康复 以上是我这回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听完故事的你喜欢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阿比哦 因为你的一个留言呢 能够帮助这个影片被推荐 如果想看更多阿比的人物故事 欢迎你到台湾大搜索 找阿比妹妹的单元 别忘了帮我按赞 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们下回见